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繼續是我有馬二 看我在隔壁節目翻比 我是北上而回歸的何顧 你不是叫北上頻道 他們邀請了我,我正在猶豫 算了,不要理會 紅軍吊彈床 集英社發行的漫畫,目前很肯定是日本史上 現在來說是漫畫影響最巨大的世界性格 無論接了或未接 他未接的,現在每個月都會追他漫畫 你說一個連載最新的漫畫雜誌的一本書 就是周刊吧 什麼漫畫雜誌的書 不是,說真的 如果說印良,在國內隨時漫有部分 印的號稱的印數比集英社多 集英社現在,我記得Jump的銷量是 不是,你說銷量還是印良,這是很吊詭的情況 不是,先銷量 現在我們錄音是2011年 當然我們最開心看到黃金皮那時是超過50萬 超過50萬 所以這是最保守的估計 但現在應該維持在20多左右 20幾萬 當然你傲視同群的原因就是 很多人都經常搞錯了 日本不是有三大出版集團 因為集英社和小學館是同屬一條集團 很多人都搞錯了 所以一條集團旗下已經有兩本很厲害的漫畫雜誌 分別就是少年Jump和新地 雖然說很厲害 但其實他的銷量是少年Jump的三分之一都不夠 我想當年他好像爬在前面爬在第二 他本身亦竟然放針 有點綁手綁腳 就是我穿懷 不是 你可以說報仇 未止百十萬 即是新地那個我經常覺得 新地和港談社那一本 其實是同期出的 1959年 1959年 很快已經被港談社一面去大刀闊虎 做一些很前瞻性的動作之後 新地已經不斷萎縮著 後來他幸好跟集團還有靠到Jump來幫他力環狂難 應該是Margaston當時的題材開闊了很多類型 例如運動、愛情 但少年新地其實差不多沒有特別變過 所以這個是很差的地方 但少年新地 其實他到現在二十多年 都是靠三個作者 人家變了 人家是靠作品而維持 他是靠作者而維持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一直都有的問題 我們遲下會講到 那說回Jump Jump是一個在甲鋒當中去成長的 一本的雜誌 為什麼呢 他同公司有一本新地 立對那邊有港銜社 有一本書 所以他怎樣可以對定位出現了 其實因為我合作過 所以我很清晰 他們當時的殘忍 也是他們成功的原因 就是大家看爆慢會清楚 又是爆慢會清楚 那個選拔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覺很奇怪 為什麼七峰回歸之後 找過一些老人家的漫畫家去畫 搞到他們覺得這麼震撼呢 因為其實大家很熟悉日本這個民族 應該是排之輪背的 但對不起 在Drum裡面 我懷疑你是厲害到車田正美也好 你不要說那件事 真的 你明白什麼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開一集出來說 我懷疑你是被人喊了二十年 即是車上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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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另一個問題 即是車田正美 是一個絕對很痛苦的悲劇 即是我們經常以為 你去到神台位 就是神台 對不起 全部無事 我是看讀者的投票 你這個投票當中 人家不喜歡你 請你退位揚言 或者難聽你說一句 走啦老爺 這就是Drum成功的地方 也是很殘忍的地方 所以唯一可以僥倖生存到的 一個較長一點的編輯 都是精英來的 都是不會超過十年 即是他們每一個都是編輯硬食 當然有些是很長編 突然間我們要一起死 那些是九個年代特別說 九十年代這個話題 我們親身目擊著一件事 當時我是自由人造的 雖然我名義上是跟少女漫畫的 但當時少年畫王等人用 所以我們都要半時間去幫忙 而我主要幫忙一由白書 因為我太愛這個父姦 當時未變怪獸的父姦 簡直我們很開心 那時候就是鮮水剛剛出 當時我們最快可以看到的情況 還有當時我們有批人 要去日本那邊 跟他那邊談反權 不過其實他們整間公司 擺那個陣出來是很戰鬥格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我們看回爆慢 現在已經是較為好了 他真的以前不同的責任編輯 是每人自己收起來 要開會的時候 要互相要去搶 要搶什麼呢 要搶捲手採葉 要搶盡快要出一些周邊產品 要搶一些其他不同的同系雜誌 和其他同系雜誌的報道 那時候同公司同一本 中的幾組 那一個業績真一雷 是呀 他們給這個責任編輯 已經是互相搶的 其實這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很殘酷 實際上 很準確的公司策略 用經濟學來講 其實每一間公司都會有這樣的 欠業績情況 是呀 其實是一個好好利用經濟學 所有理論的一間公司 是呀 這個其實 如果在小學館 是不會這樣的 小學館那些 大家知道小學館 是怎樣起家的 他們是靠小學的教材起家 所以叫小學館 小學館 一至六年級 小學館其實理論是一間 類似教育方向的出版社 其實小學館的優勢 現在我是嘗試用 就是用了學界的優勢 所以它變成榜榜榜的原因 就是它不可以出一些太過破格的東西 因為它不可以犧牲了學界的市場 就算是扶這個 柯南這個小孩子的編 小學館剛才 班比說得對 多拉 A夢 就是叮噹 就是它們一個奇效很重要的寶藏 就是它出了六本的月刊 就是分別小學一年級 小學一年級 小學一年生到小學六年生 因為我曾經是小學四年生的編輯 它們就是 這個是穩定收入的東西 如果穩定的話 是有幾間學校買多少本 這情況 再加上家長訂閱 這情況 譬如說一些例子 譬如以前的小學兄弟 其實都是小學四年級的鎮店之寶 對 所以問題是 學界市場比這個小學館 長久了 那你跳出來 完全打一個獨立的 甚至乎之前的人不敢碰的市場 市場未開發的地方 我可以說 所以你發覺它早期的少年樽裡面的漫畫 其實是很破甲的 總之乎你難聽說它是教壞小路 採戒 真的有的 對 我們不覺 本宮廣節的夏子王 和永正浩的布施學員 永正浩那邊那麼厲害 當時PDA吵到上去 是的 其實你說它們要迫上梁山 是一個可能性 但更加重要的是 新人市場有風 雖然它是由小學館 調配過去的部分 集英社那邊的人 去訓練一班新人去做 其實它們有少少 既然集英社裡面幾個編輯都鬥 其實當時它更加重要的是 我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MATA COMPANY 因為我記得當時小學館 其實集英社人都想做 但當時小學館是不讓他們做 因為我們有麻煩的 不會讓他們多出一本漫畫 所以當時他們是有氣的 是的 所以終於有一出的時候 當然是第一時間要起楊美 但它最厲害的情況 就是剛才所說 它的銷量只有三分之一 即是今天 當時其實都不太好 當時它很快已經轉了口風 說我們的對手是廣談社 激到小學館 更加厲害 而事實上 它用了不需要三年時間 已經贏了廣談社 這就是當時被人開始罵它 你那些小學館 那些小學館 對呀 但我們的銷量還可以 還有它最早 就是它用了由讀者出發 去問他們的意見 以前都是編輯 編輯對著 類似大輩 對呀 所以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就是以下范上的公司 馬上文化 沒錯 它本身應該是under小學館 但它的出現就是要贏小學館 要沒有揚威 甚至乎要改革成日本的漫畫 事實上 只要是一本小學館 一本文化來香港 全部都要貼上十八禁 要不移軟 裝備 那部分都要 那個時候 我覺得亂馬 這是香港的赤道 我當時入行 亂馬十八禁的機會 大過龍珠 也是民法傳訊 如果你說日津,日津怎麼會十八禁呢? 其實我意思是,香港的尺度是比較重要的, 其實哲元晶的大部份漫畫,他們都會用一個比較,其實要踩界 因為坦白說,我們觀眾,以我一個觀眾去覺得, 其實哲元晶的漫畫,你不那麼踩界, 其實很多時候漫畫都是想讓人有一個幻想空間, 你不做一些那麼踩界,只是太實感的東西, 大家在漫畫裡面是拿不到東西, 心裡最重要是甚麼? 如果你說踩界,或者沒有那麼實感, 換個角度來說,可能是沒有那麼密手成怪, 話題性,當時哲元晶剛剛申出,你怎樣搶市場,話題咯? 另外一個角度,因為說了小學生的市場, 其實小學館本身已經佔據, 如果他作為轉移上一個年齡層的話, 很多時候他作為一個青春期, 可能有些反叛,一定有些熱血打鬥, 或者可能有些女生, 可能有些少女吸引那些男生眼球的東西, 90年代那時候沒有那麼多service的東西, 當然啦,我知道, 最重要是甚麼呢? 其實他們表面上好像有馬爾說的, 他是追求話題性, 但他本身自己內部有一個守則, 我們現在當作是教材, 就是熱血放情色, 那三樣東西, 通靈爛脚王裡面經常都說的, 有情, 努力, 勝利, 有些人說熱血的, 不要緊要, 最重要的是, 雖然他很清晰, 就是我們要搶讀者的眼球, 那時候未經常要短裙, 要些甚麼躲腦, 不需要三神器, 那時候未去到那麼氾濫, 那時候未去到那麼氾濫, 但是那時候, 他是很夠膽去碰甚麼呢? 就是學校的黑社會問題, 所以他有很多都是用不良少年來做主角的, 這個在小學館裡面是避的, 他們就算是學校的話題, 他們是很純潔的, 那些人都是為了要去甲子園, 連抄功課也不會的, 但是習英社他夠膽, 甚至乎Slam Down, 藍維甲入樽的早期, 其實他的主軸是去到全部打籃球之前, 其實是一個校園不良少年的漫畫, 《幽遊白書》也是不良少年的漫畫, 想想一下, 甚至你不是試園針的, 例如一本很出名, 《Cross Zero》, 高橋宏先生寫的, 那本本本本是玩到最盡, 但變成了Jump, 和他有別於這個Sunday裡面, 最重要的第一點是, 他夠膽去碰一個不良少年的市場, 甚至乎這個難聽的說句, 是對當時一群被社會排斥, 歧視, 甚至不會接納的人, 用他們來做主角, 而他們這群人全部是有天賦才能的, 可能你的才華是打籃球, 可能你的才華是可以放靈彈出來, 可能你其他不同的才華, 變成他吸納了那一批邊緣的讀者, 這個時候被倒閉, 透過的才能, 對呀, 所以這個就是想一下, 你對應Megasine那一面, 都不敢碰到這麼誇張, 其實我們之前說過的動畫的歷史系列, 去到那個年代, 六七十年代, 可以說是之前, 即高達七幾年之前, 那個年代, 他飛機的下人動畫類, 其實早期的動畫, 即是五六十年代, 已經有一些是邊緣人類型的動畫出現, 其實可以說, 他不算絕對創新, 他只是承接不發動畫那邊, 有這類型的題材, 但是他在漫畫另外一媒介, 再加二百人光大, 然後最後再反攻反動動畫法, 而且他相對於其他新秘的故事, 他真的很強調團結性, 這個其實就算去到龍珠, 當然再早期的龍珠, 二三明星之前是IQ博士, IQ博士這個擺明, 已經是很破格被人罵, 這個博士這麼悔又不悔到, 是IQ博士, 雖然我們香港叫IQ博士, 其實理論上, 他應該主角是小雲的角色, 我怕你說他1984, 真的激勢, 但你可以見微知處, 習英寫的時候, 編輯他是放膽, 他犧牲了一個好的明星, 當時你對那些家長來講, 隨時覺得, 這真是教壞小朋友, 他不會給他看的, 但對不起, 就是原來他是最洞識到, 當時年青的讀者的需要, 更加不要忘記的是, 其實百傳社, 這個專門是出少女漫畫的, 是Under的10年世紀下, 所以他的分工是很精準的, 他很清楚知道少年漫畫, 那些讀者的要求在哪裏, 甚至他明白這個會犧牲了家長的認同, 所以為何他這麼短時間, 最快可以霸到市場, 甚至超越了自己的母親, 超越了自己的勁敵, 變成了90年代的時候, 最高峰期, 接近60萬銷量一期的雜誌, 我們可以看一看提數據, 1968年創康是賣10萬本, 然後10年後, 1970年尾已經去到8萬銷量了, 講完, 是的, 當然, 我以為你跟著有夠港帥, 還有另外一個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很快就將一些作品跨媒體化, 因為習英社他自己有一組專門做這些, 那時候我用一個例子就是, Market Tactics, 為何廖山明現在不再畫畫呢? 就是那時候, 其實就等於現在的Naruto, 他賺到夠了, 其實他你賺到夠了, 他打賠到夠了, 他打賠到夠了,sense, 你賺到夠了,sense, 那做動畫那件, 做精品那個, 幫你做遊戲那個, 那些未賺夠,sense, 你不要太貪心了, 所以Naruto, 大家應該知道現在有圓鬼了去, 大問題, 他整個產業鏈, 現在更加嚴重於當年, 其實你有一本叫V Jump的書, 大家應該沒有什麼印象的, 你應該是粵刊, 就是專門說, 集英社旗下的漫畫, 如何轉造這個, 那時候還在任天堂的遊戲的年代, 一講到周邊產品, 一會兒下一節, 我也有個作者要講, 他就是高橋和氣, 這個要啊, 我也一定要講, 下一節, 所以其實集英社Jump, 其實他最簡單, 他用了一個很清晰的書名, 就是他們整間公司的戰鬥立場, 他們要跳戲, 還要不是單純跳起那麼簡單, 要跳到很高, 所以其實他要做到No.1, 因為我們合作過, 所以我們知道他一件事, 當然他自己都有很多計算上的東西, 當然我們可以下一節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 慢慢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下一節繼續, 慢慢跟大家分享, 好,